我认为中美建交四十年来 可以说是一直向前 取得了丰硕成功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取折不断 风云变换 但是向前走的大趋势 没有改变 因为中美两国之间 有着广泛的共同力 我们的共同力 是远大于分析的 那么中美之间 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 不仅有利于双方 也有利于世界 我认为啊 取决中前行 继续前行 这个大趋势 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 当然我们在保持中美关系 总体稳定的同时啊 一些矛盾纠纷 也经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段时间以来 表现比较突出的是 中美经贸摩擦 但是中美双方啊 进行磋商 一直没有停 去年 在吉安宁峰会上 两位元首 就达成了重要共识 现在我们的磋商 还在继续进行 我们希望磋商 能有成果 能够实现互利双赢 我相信呢 这也是世界的期待 中美作为两大经济体啊 几十年来的发展 合作 可以说我们之间也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想人为的把这两大经济体隔开 那是不现实 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应该本着 合作 总比对抗好 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这个原则 去推动中美关系 包括经贸关系的发展 这样呢 可以使两国人民呢 从中受贿 对于矛盾和分歧 我们相信 中美两国人民 是有智慧 有能力 来进行化解 管控的 去推动 符合世界潮流的 中美关系 稳定 并且向着健康的方向 发展 中美贸易摩擦 这是中美双边的事情 我们 不会 利用第三方 更不会去 省害 第三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